平时一直都是早晨飞珠菊 今天难得是晚上的航班 从东京飞到四国 湘川县的高松 不过去了 我们ической在 bolt 蹩下再来 因为放过去 其实已经是秋天 已经几次了 因为我们来不是 我们来到中国 可以 BREAK 7·3 9 9 9 7 9 平时一直都是早晨飞出去 今天难得是晚上的航班 今天是因为要加班 所以下班之后直接过来的 还没有吃完饭 然后八点多的航班 在外面买了一个麦当劳的套餐 登记之前先吃一下 今天早上吃到这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计划 这里下班 我只要去那里 在外面买到这里 我只是开玩 要快点 我只要去那里 在外面买到这里 又是看什么 这是在外面乱跳 我只能去那里 我现在中尾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剩下一个得岛线还没有飞过 下飞机的话要在旁边先买巴士的车票 如果是单独的机场大巴的话呢 一个人到高松站市区的话是一千块钱 但是它这边呢是有这种套票的 如果说大家要去小豆岛的话呢 它会有套票 往返的话是两千九 一个人 直接可以在这买的 然后呢门口这边就是去市区的机场大巴 刚刚那辆不是 这辆才是到市区的大巴 买了这个到小豆岛的船票的套票 两千九百块钱 如果是单独买的话呢 一个人这四趟的话呢 需要是三千四百块钱 所以这样买的话就便宜了五百 还挺划算的 查了一下才发现 这是机场限定的 王帆小豆岛的套票 两千九百块 真的是挺划算的 不忍观察的 还想要是第一次电话 那么你看到 这就是小豆岛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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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冰简单的船票 以后,如果说好, 供养的船票 就是大豆岛的船票 里面的船票 这就是大豆岛的船票 大豆岛的船票 大豆岛的船票 有很多船票 是大豆岛的船票 大豆岛的船票 是大豆岛的船票 在瓦丁站下车了 这边应该是高松市区最繁华的地段 本来应该可以再坐一站 然后离住的酒店比较近 但是想说来都来了 顺便先逛一下 然后呢顺便就走到酒店的地方 感觉前面慢慢的才到 比较热闹繁华的地方 灯越来越多了起来 这块感觉有点热闹的气氛了 过马路的人还挺多的 应该是市中心的地方 这边竟然有一个道顿窟 仿佛是来到了大阪 感觉是一条聚酒屋比较多的街 很多在这喝酒的人 这家店的名字挺有趣的 叫鸡鸡爸爸 鸡鸡爸爸 大爷大妈们 这条爹看起来挺热闹的 虽然说现在已经 晚上十点半了 但是挺有人气的 这条街上真的挺热闹的 人特别多 跟两年前去过的高知的商店街 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特别热闹 这条街上有很多这种拉客的 应该是一条欢乐街吧 就是很多那种牛郎店之类的 上面的广告牌也是这种 小的 夜店的街会比较热闹一些 旁边的这条呢 应该是他们比较市中心比较有名的商店街 但是现在应该比较晚了 所以没什么人了 白天应该会比较热闹一些 现在晚上这边基本上店都关了 果然还是夜店一条街比较热闹 这条商店街屋顶这边还挺漂亮的 是一种玻璃的 透明的这种 这边的装饰还挺漂亮的 不过 现在五月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装饰了一个 这个圣诞树的彩灯 虽然说漂亮是挺漂亮的 但不知道用意如何 上面还是雪花的形状 不太合季节啊 这块应该是商店街的中心吧 然后屋顶挺漂亮的 圆弧形的尖顶 怪不得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韩国人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 首尔航空 每天的从高松到首尔县 每天直飞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晚上挺安静的 倒是还挺舒服的感觉 这是高松他们的路面电车 然后刚好旁边这边有一站 他们这边的电车叫秦殿 大半夜的这家店还挺热闹的 刚走了半天发现找的地方不对 然后呢重新再倒回来 走一些小街小巷 结果又回到了这条 夜店的这个繁华街 又回到了这条街 但是今天住的酒店在这边 其实刚刚已经路过过了 今天订的店是 眼前的这家 在这条小街里面 小巷里面 有点暗 就是这家店 离刚刚那条夜店街还挺近的 很小的一家店 主要就是便宜 主打的就是便宜 刚刚老板打电话 因为太晚了 所以打电话过来说 直接进去自己拿钥匙就行 已经没有人服务了 自己拿钥匙 这房间是401 然后设了我的这个手机号码 钥匙在这儿 然后明天说这高的时候 直接放在这桶里面就行了 感觉这店应该是在装修吧 然后都铺的是这种蓝色的 毯子 毯子 今天是住四楼 然后二三楼是 好像在装修吧 四楼这边是OK的 然后今天是401 哇 最边的这个房子 401 这一层也就这么几个房间 主打的就是价格便宜 然后交通方便 但是房间真的是挺小的 这是什么 半双人床吧 然后空间就这么大 小电视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这里面也是特别的小 超级的小 这浴缸 感觉根本是做不下的样子 也是这种一般的三件套 终于可以休息了 眼前的就是赖湖内海了 现在刚好有一艘船在进港 本来是有这个巴士可以到 印华村的 但结果今天因为有那个 马拉松比赛 所以车到这儿就不能往前开了 所以就 等于说是完全没有车 可以前往那个印华村了 without further 序盖 我解释过 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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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